大家好,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這次在我身邊有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志喜 Harry,早安 早安 這節想和你繼續公佈了一些內地經濟數據方面 不如看看通脹方面的數字 國家統計局今早就公佈 內地上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即是CPI 按年升3% 低過預期中值3.2% 較10月回落了0.2% 不過看回過去的3個月 其實已經是連續3個月,處於3%以上 Harry,你自己有怎樣看通脹的數字 看到最近內地的銀金方面 亦有一個偏僅的情況出現 這個通脹數字,對內地的貨幣政策有甚麼啟示 如果談論貨幣政策來說 其實CPI的數字來說 我不是太擔心 如果本身對於未來的貨幣政策 例如幾個月內會否說CPI整天都突破升幅3.3%以上 會令到貨幣政策有些微調 或者有些轉向的情況 我自己未必這樣覺得 如果看回CPI的數據來說 特別我們看到 幾影響到佔比比較重的 比如食品價格方面 你計按年來說 依然是有一個很明顯的上升 但問題來說 如果你計按月去比的時候 其實很多已經穩定下來 我們特別看到 這上幾個月 其實升得很急的蔬菜價格方面 除了本身東北部 因為降雪量比較高 如果你計分部來說 蔬菜價格在東北部來說 會升得很急的 有3%的你計按月的話 但如果你說其他其餘的 就是天氣穩定的一些省份 或者是基區來說 蔬菜價格都已經是有個按月下跌 總體上來說 如果你計算CPI 其實我會覺得 今次的幅度來說 其實已經是升幅低於市場預期 原本我都會覺得 對於股市來說 應該會有些提振作用 但是大家家園觀眾可能看到 現階段指數的升幅率不斷地縮 我想有其餘的資金 或者內地的因素去影響 現階段來說 我們分析CPI有幾項因素去看 除了食品價格之外 一些服務業的價格 亦或是大家都很去關注一些肉類價格 去逐一逐項去分析 現階段來說 我會覺得總體上 會否在11月和12月以往日冬的時份 食品價格或是這方面的價格 應該是有一個明顯的秋星趨勢 但今次來說 如果你計算一個按年升幅來說 比起上個月份也會有一個減低 所以如果你說會動到貨幣政策 或是物價指數對於中央發展經濟方針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不如也看看PBI方面的數字 內地上個月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即是PPI 按年跌1.4% 跌幅就是比起10月收集了0.1個百分點 數字符合預期 PPI按月持平 跟10月相同 不過其實拉遠一點來看 其實PPI已經連續下跌了 就是21個月了 這一方面 跟內地產能過程方面的問題 其實有沒有關係 為何會連跌這麼久 現在看PBI 其實大家都會留意一些上游價格指數 特別是在內地製造業方面 會有更多的關係 這個數字來說 今次的跌幅跌1.4% 就是按年去計算的時候 都是比市場原先預期的1.5% 跌幅是收窄的 但如果你看看本身不同的數字 其實你會見到 按年來看 就好像見到不同的工廠 都仍然是處於一個去庫存的階段 但去庫存的力度來看 就好像真的有一個改善 以今次的PPI來說 如果你計算按年的跌幅來說 主要我們見到石油產品 本身的一些資源類的產品 有個明顯的下跌 這個我覺得是跟國際石油價格 也有個明顯的下跌的因素有關 亦都見到內地現階段的石油價格 很跟隨國際市場 價格機制已經改革了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看看本身其餘的一些數字 其實就沒有一個很特別的跌幅 主要是一個石油價格 所以你去這樣看的時候 PPI如果是跌幅收窄 其實是有少少的意味 或者是少少的引劑的因素 去看回內地的製造業的經濟 真的做得更好 這個如果你說看回 本身暫時我們看到有幾個經濟數據 出了來的時候 是有少少contradiction 就是一些矛盾 因為如果你說feedback去出口 和入口的數字來講 入口那方面 亦都是反映的內需 但是入口那方面 我們見到的數字 只有5.3%的增長 就不是那麼高的數字 暫時去看 本身如果你說計算內需市場 或者經濟因造的看法來講 製造業就好像在復甦 但是內需市場 可能在消費方面 就未完全是有復甦的階段 暫時去看回 這些數據來講 應該都會支持到 在第四季的GDP 有一個不錯的上升動力 在那裡 Herry 剛才你也提到 今天廣估有一個升幅 不過那個升幅大幅收窄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看回今早廣估有一個支持 就是因為剛剛公佈了 內地方面的出口數據 都遠超過預期 就是11月份的出口 增長按年升了1成2 較市場預期的增長7% 就是維高的 這一方面是否反映環球的經濟 做得更好 為什麼這個數字會比預期做得更好呢 如果你看回 原本其實預期 一個大概7%的出口數字 如果計算增幅來講 今次出了12.7%來講 我其實第一個反應 會想是否又有假數呢 但其實先前幾個月 就看到內地的有關機構 已經是嚴責 或者督責 各個的出口部門來講 計算好一些數 其實也進行一個調整 所以今次的數字出了12.7% 應該是比較穩陣的 我都希望下個月 不要突然間 調低今次的出口數字 主要出口的因素來講 我們見到就是歐美的經濟復甦 特別見到 原先大家都預期 在11月Friendsgiving 或者是感恩節 或者是本身聖誕節的出貨 其實應該在10月做了 但我們見到今次很明顯 就是11月頭才開始出貨 這樣由這個假期的因素 消費因素帶動 我們見到歐美的數據 的而且確有一個不錯的動力 但當然要看回 因為又要看回基數的問題 上年11月做得一般 所以如果基數低 去看增幅來講 是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暫時去看回 這個對於 如果你說看港股現言 短暫因素 港口股或者出口股來講 應該是有個大動在那裡 我都相信出口來講 今次的數字來講 應該是真的做得很漂亮 謝謝Harry 你這麼詳細的分析 這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繼續和Harry 跟進市場上移動的股份 不要走開了 稍後回來再繼續談 再見 再見